中期职业务 中期职业务 都是刚刚公布了业绩的 其实都是做得不错的 好过不少券商的预期 你再对比在中期职 其实你刚刚公布了业绩来说 其实都是相对上是较好的 因为它公布了1-9月 另外 阿普也希望可以慢慢拉阔 移动阿普增长2.6%左右 你计算到现水平来说 公布原则整体上overall不错 继续维持一个不错的增长 阿普希望继续拉阔之余 你看到它的息率 息率相对上有近7厘 去到现水平来说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如果你特别想去买一些收息 还有你永远是一班觉得市场中移动上来 又应该很害怕那些人的话 我觉得其实中移动是其中一个去考虑的股份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一个大市抽上去的话 你要找东西买 其实你对比起它的幅度 其实它是有机会可以 其中一个可以拉升的股份 无论你那个基本的营运数据是向好 它的业绩 还有它公布完业绩这些股 你就是比较好一些 就是你不需要怕它无端端去公布完业绩出来 原来那个市场解读又不够的时候 它和你对一下下去 所以去到这些水平 一来去公布完业绩 二来那个业绩又不错 三来的息率其实又吸引 又整次来 四来 如果它永远都是怕大市会堆下去的那班人的话 那你买这些公共股 你一来的收息 二来上网的资本增值空间 我觉得是又在这儿了 三来 如果那个市场 你不要说无端端又转下去一个股灾模 你说调整一下的话 你的钱其实都不会完全抽离 可能都是不同setter去拍的时候 有机会拍下去相对上稳健 你又不用怕公布业绩的股 其实中移动我觉得是值得去考虑的一只股份 如果你真的除了这些内房内险 你不想买 你想用更加稳固的股的话 中移动是一个选择 就算你这份现价去买入 如果你很害怕的话 你是不是跌回去早前这些低位 你才考虑是否真的要走 就是跌到46.4 这些水平你才考虑是否真的要沽回部分 但如果你真的你问我 这些什么穩穩健健又高息 就算是堆下来的话 其实我又不会特别很担心它 就算你这份对比正太大市 你又长期堆下来的时候 其实你中移动的表现 其实相对上已经跑赢了 所以整体上来说 如果就是之前早 刚刚今天说完的那些 楼房乱起买的 再早前讲的那些 就是汽车股反弹 光伏股那些又买 但是你还是想找一些稳定的东西 去买的话 中移动就是一个选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